订一束花就行了 其实也不用 李好跟我说了 只要大家去热闹一下 增加一点人气就行 你们先出去忙吧 喂 亲爱的 想我吗 不想你 能给你打电话吗 晚上有没有空 一起吃个饭 我带你去一个好吃的地方 不要啊 还有五个小时呢 那就中午去吃好了 中午我已经别人了 忘记了 对不起 和学约的 什么人 向我坦白 我说傅太太 你不用管老公管得那么紧吧 老公拼的可是事业 好吧 放你一把 不过晚上要如实向我交代 遵命 好 好 下班之后我去接你 好 拜拜 拜拜 他在恋爱啊 嗯 你怎么知道啊 笨蛋 你没谈过恋爱啊 难道你谈过啊 哎 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吃饭吧 我妈都做好了 我在家等着呢 哎 跟你说话呢 哎 哎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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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和你在你妈面前继续演戏了 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在背后议论我 说我这个人没本事 是吃软饭的 谁这么说 你不管是谁说的 反正如果大家都这么说我的话 我想辞职不干 妈 妈 你到公司说这些干什么 怎么了 我到公司说说我女儿的喜事怎么了 您说那些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影响你工作了 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 没有 那就是了 你们好好工作 剩下的事我来安排 你知道吧 梁爽他妈都给他俩张罗房子了 你还稀里糊涂的 他俩 他俩是谁啊 梁爽和李好啊 天哪 这都哪跟哪啊 我呢 也没他们这么着急 我也就是去看看旅程 告诉莉莉他们你们的关系 这又怎么了 妈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瞎说什么呀 乐乐 最近脾气见长啊 是不是有不顺心的事啊 别生欺负你了 没 没有 没有人欺负我 妈 老实跟您说了吧 老实跟您说了吧 其实 我跟旅程根本就没有谈恋爱 一切都是骗您的 一切都是骗您的 再说一遍 再 再说一遍怎么了 可不敢跟妈开这种玩笑啊 我 我没跟您开玩笑啊 不信 不信我把旅程叫过来 您自己问他 好 你去叫 你马上去叫 我到老天她说说看 你去去去啊 怎么不去啊 我到老天天她是怎么说的 你把旅程叫来这儿 正好了 我正好想问问他 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最近到底 害怕我气死不可啊 你们俩 妈 妈你怎么了 妈你怎么了 妈 妈 妈你别吓唬我 我昨天天都是为了 不让你担心 妈 这怎么办 喂 喂 李承 我妈晕倒了 你快来啊 你妈晕倒了 你听我说 你千万别急啊 你按我说的做 掐着她人钟 一直按着 直到她醒过来 我马上就到啊 你等我啊 欧乐乐她妈晕倒了 我必须赶过去 等我 我 我也 我也去 你快点 哎哎哎 好 又要离开了 亲爱的 你知道吗 我每天入睡前 我都会想 想我啊 不是 想你为我做的 让我开心的每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幸福轨迹 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一平啊 过一阵 我想把我们的关系 告诉我爸妈 你觉得呢 当然好了 我想我 应该会让你的爸妈 觉得很骄傲吧 那你呢 你什么时候 把我介绍给你的家人啊 你放心 我爸妈都在国外 我一定会把你介绍给他们的 要不这样 我们现在就合拍一张 一会儿我发给他们 好不好 好啊 一二三 好了 那我回家了 记得 晚上睡前 要给我发短信 遵命 那我走了啊 好 晚安 早点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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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